D-Day TV KPM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D-Day TV 我是陈丽婷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中午SPM的华文试卷 我们知道华文试卷有分试卷1 试卷2和口试 那今天要集中谈的是试卷1 那进入今天的教学分享之前 我们先介绍今天的负责老师 也就是森美兰州利明记达哈中学的 华文科主任张俊荣老师 来看看老师的简历 是的 首先我们欢迎 立明记达哈中学的华文科主任张俊荣老师 再次来到D-Day TV 好 谢谢丽婷 是 那老师 我知道三月底就是华文试卷的考试了 对 那很多学生都说 其实作文写作真的很难 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老师 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在华文SPM试卷1跟试卷2 好多学生都告诉我说 其实试卷1会比较容易取分 为什么 对啊 其实如果你喜欢写作文的时候 其实不是一个难题 还要掌握一些的技巧 听老师这么说 我好像感觉信心百倍 赶快请老师准备一下 马上进行分享 好 各位的同学 那么今天老师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在我们作答试卷1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强调的就是 要先明白中学的华文课程纲要 那么在我们马来西亚中学的华文课程纲要 特别是中午里面 特别有强调到写作的教学 我们来看 其实写作的教学一点都不会困难 它就是一种的书面表达 书面表达来的 然后你还要掌握各种的文体 然后更重要的就是 其实来到同学们已经有17岁18岁 你们已经有很多的阅历阅读 你们所看的一些电视的媒体都非常多 所以老师说你们其实能够自我表达 把你们心中的话 把你们的感觉都说出来 那么还有呢 你们跟人家交流的一些的意见等等的方法 这就是一种的表达 我们再来看 其实写文章要求的就是内容要真实 你可以写你自己的故事 你也可以写你听到别人的故事 或者等等的东西 最主要叫真实感 然后你的思路要清晰 包括今天老师会告诉同学们 怎么去做这个思路图等等 不要有乙病 还有不要千篇一律都是一些老掉牙 然后同时呢 老师也希望你的文章能够带出有一些道德价值 体现一些健康的人文素养 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写作 其实这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其实写作是写自己想说的话 好 我们来看看 那么要写好一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要达到的就是有话可说 你心里面要想的东西 你要表达的东西 还要掌握一些的技巧 你要怎么去说 这才是很重要的 那么最后呢 其实在写作呢 就是你的内容跟你的语言 然后都是积累的 所以中午同学不要怕 把你在小学中学所积累的你的内容 你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好 我们进入来看看 其实中午呢 写作教学里面 在SPM试卷义里面 我们考的是什么 学生有能力写一篇的应用文 或者能够掌握书写继续文 说明文或者是议论文 这几点很重要 我们再来看看 今年呢是2021年 SPM呢其实采用了新的华文格式 然后很多同学说 老师新的格式有很大的变动吗 其实没有 我们来看看 时间继续保留一个小时45分钟 然后甲组应用文继续占30分 作文继续保持70分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 我们以前有两题选一题 这一次呢必须要做答 没有的选 那么作文呢以前是五题选一题 这一次只剩下三题选一题 我们看到其实不会难 好我们再继续走 写作的文体 同学们需要掌握的就是继续文 比如说手足情 然后你跟你兄弟之间的感情是怎么样 用故事来表达 或者是说明文如何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 那么你要表达的是方法 这是一篇的说明文 或者是议论文 这个是论偶像以板样 偶像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板样 你必须要去表明去议论它 好同学们老师非常了解 来到这个时候你们要参加考试 然后又在疫情之下压力是特别的重 所以很多同学都告诉我 老师我好紧张 或者老师我很害怕 不过今天在这个节目的时候 老师也借着这个时候告诉同学们 必须要保持安静 因为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能够进行思考 把你所学的东西都能够表达 所以今天老师的整个教学的范围 我会采用四部曲 从应用文里面告诉同学们 审题我要很小心的 内容我要很完整的 在作文的内容要扩充 书写方面你是行的 你可以的 最后检查当然不要错过 是的 老师说的这四部曲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应用在 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谈的 不管是应用文还是作文方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我们再请老师进一步讲解 四部曲如何来落实 不要走开 欢迎回来 马上请张俊荣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在应用文方面应该注意什么事项 请张老师 谢谢丽婷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先看的第一个部分 先看应用文30分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题目的要求是什么 来 我们看看 他们说 其实要你根据阅读的材料 写一篇的应用文字数 不 多于120 然后我们来看这120 其实是带有它的意义的 然后老师这里要送同学们三句的话 来 我们看 120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 然后文章120 换一句话说你要快 怎么说你要快 老师不鼓励你用超过30分钟的时间 来做到应用文 因为它只是一篇很短的文章 要快 时间掌握在你的手上 然后第二 要精 文章里面只不超过120 换一句话说 你每一个字都要精精计较 用的文具都要非常简明 你的内容也不要把一些太啰嗦的东西 放进去里面才能够达到精 然后第三 要细 怎么说要细呢 你写的东西不多嘛 所以你必须要好好地去检查 尤其是语病 能够的话 整篇的应用文 最好不要让老师有红笔出现 然后你的分数就能够拿得高 好 我们继续来看 了解我们谈第一部曲 审题 先让同学们来了解一下 其实现有的SBM的题目 基本上出题的方式是有两种的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种呢 它是马上告诉你 是以你什么身份来写的 然后第二种呢 先告诉你一种的情况 好 比如说乌鲁冷业发生了水灾 然后它要你做什么东西 或者呢 这一题呢 是以你的身份是某某队长 然后你要通知你的队员更换时间 这两种的出题方式 同学们掌握其实都不难 好 我们再继续来看 审题的部分 当我们在审题的时候 老师常常提醒同学们 有三大部分要注意 那是什么呢 第一 题目会告诉你 我要你写公函 通告还是启示 特别我们看这个 你一则通告 所以这是一篇的通告 那么第二 它也会告诉你 谁是写信任 谁是收信任 我们来看其实公函里面 很强调的就是 写信任有名字有身份 它有它的职闲 收信任也有名字也有职闲 可是在通告里面的收信任 可能只有一群的人 然后启示里面 几乎我们看到 都是所有阅读的人 分别在这个收信任 好 再来 这是最重要的 当我们在写英文的时候 不可忽略它的写公函 写通告 或者是写启示的目的 我们再续续来看 老师拟了一个 好 我们要理清楚 这一个发应用文的目的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它说到 你是修齐中学乒乓队的队长 林志平 你一则的通告 通知全体球员有关 乒乓有预赛 更换比赛地点的消息 所以很清楚的题目 会告诉你 我要你写的这一篇 它的目的就是通知他们 我的比赛地点更换了 我们来看看 好多同学常常犯这种错误 乒乓比赛 乒乓比赛 其实乒乓比赛里面 它的这个发函的 这个发通告的目的有很多 我可以把它写成一篇的邀请 我邀请你来参加 我也写信目的 可以换一换 租借场地 邀请担任评判 或者更换比赛地点 老师提出这一点 主要让学生在审题的时候 理清楚 它到底什么是他的发应用文 或者发通告的目的 我们再来看 第二 内容 我们谈到内容 好多同学要记得 然后你要取得一份 很好的分数 你的内容要完整 如何达到完整呢 学生必须了解 什么是重要的内容 我们常看到一些的内容 比如说你发应用文的目的 这是我们常见的 比如说有活动 有活动就有活动的宗旨 然后活动的详情 或者是你要求人家捐款 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原因 或者你的理由等等 这只是老师建议而已 当然必须要根据题目 根据学生的这个旧有的知识去理解 好 我们再来看一题 比如说这一题 由于张老师 除了是华文老师 我也是一个乒乓教练 那么同学们 这一题是以 休期中学乒乓队 队长林志平的名誉来写 然后写了一封 公函给中华乒乓队的队长 叫陈永浩 邀请他前来进行友谊赛 比如说老师看的题目是这样 我要很清楚地知道 写性目的是什么 邀请他前来进行友谊赛 那么在内容方面 我们就要思考了 那同样的是什么 我要请你来参加友谊赛 那你一定会问我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的活动的宗旨是什么 我们打友谊赛 主要提升你的水平跟我的水平 那活动的详情呢 几时啊 在哪里啊 你必须要很清楚地告诉我 当然发函的目的就是邀请我来 好多同学呢 只在标题里面写了发函目的 却忽略了那一点 其实很不值得 当然最后 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回应 你的回函 好 我们再来看 常见的这个内容 要求呢 我们看一些公函 公函有些时候是请求 然后有些时候是投诉 申请邀请商界感谢 当然就要根据不同的题目 我也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出什么题目 好 同学们必须要掌握 如果是出请求的 基本上你理解什么样的内容 你必须把它拟出来 那么通告呢 基本上是 预请你 好 叫你来参加 参观 响应等等 或者通知你的会议 展期的等等 然后启示当然 针对的就是普罗大众 可能要寻物寻人鸣谢等等 这一类呢 当然同学们要去理解 最好呢 老师建议跟你的老师 跟你的华文老师商量 那你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内容重要 好 我们继续来看 书写方面 然后老师的题目 就针对刚才那一题 邀请来参加友谊赛的 老师拟了一篇的这一个范文 我们来看看 其实书写呢 你会看到我们要求的很简单 那为了提升我校乒乓队水平 本队将在什么时候 年 月 日 然后时间 地点进行友谊赛 然后礼貌上赞予 然后你的队伍呢 球艺精湛 我们特地发函 归队前来本校进行友谊赛 如蒙答应请疑 然后这个年月日之前赤父 先尺之谢 其实这一篇呢 只有九十个字 是不超过一百二十个字 我们来看看 这篇它的文字怎么样 其实用的句子都非常的精简 也它的内容方面也把最重要的几个内容带出来 包括也把赞予带了出来 其实这一篇这样的范文 就是SPM里面比较能够为自己取的一个相当好的分数的范文 我们再来看一题 书写不难吧 我是可以的 我们看看这一题 我要请师生来踊跃捐助灾民 去年十二月发生 好多地方都发生了大水灾 我们看到呢 你又在学校里面来发动这一个捐款 要求全校的老师学生来参与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段 那我写到的就是捐助的原因 乌鲁冷月 发生严重的水灾 满目苍疑 很多的人流离失所 损失惨重 那么为了要发挥这个大爱的精神 本校的这个红星学会就举办了这个赈灾的活动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赈灾 那需要什么东西 我列明了 捐的物品的详情 我要食品 衣服 日常 用品等等 那么这里呢 接下来 同学们想捐了 方法 所以我告诉你 有意监住者请在什么时候将赈灾的物品交到本校的大礼堂 或者联络某某人 那么师生愿意的话 那么就在这里牵齿自写 我们来看这是一篇很简单的书写的这一个范文 所以其实呢 写起来它也是大概是105个字左右 那么120其实只是一个大概让学生提醒你们要精简 好 我们再来谈最后的一个部分 试部曲 最后的部分叫检查 我们知道既然是应用文格式不能不谈 公函我常说有10个沟 那10个沟都在这里 1234567890 老师教得好快 因为呢 在学校老师们都有给同学们很好的指导 那么通告呢 有7个沟 起誓有6个沟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 那么呢 其实公函通告跟起誓差别的就在收信人 那刚才有10个沟 可是呢 我们看到呢 在这个通告里面 公函里面很详细的把这些人列了出来 可是呢 通告就简单 是全体家长 我们只要求7个沟 然后最后起誓是6个沟 因为连这个也少了 好吗 好 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在整个应用文的过程当中 老师这里呢 要慎重地提醒同学们 当你在检查的时候 除了检查格式之外 然后不要忘记 有一个很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发公函 发通告 或者发起誓的那个目的要写对 不然的话就浪费了 对啊 是 因为刚才老师说 这格式很重要 每一个格式都有它的分数 少了一个就浪费了一分 对 那除了格式之外 那个目的是吧 也很重要 内容要切题是吧 对 你写信的目的必须要正确 比如说我是邀请丽婷 你来主持开幕 哪知道我的秘书写到 请丽婷来出席 不切题 如果丽婷来开幕的话 她必须会办得漂漂亮亮 当然我不是说出席就办得不漂亮 但是她是在台前 身份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了解的就是 这个写信的目的必须要正确 所以老师建议就是看一看 重新再查看题目 到底这一篇的题目 是什么样的写信目的 不要弄错 当然最后一点 老师要告诉同学们的 就是检查错字 然后我看到最长错的一个字 就是这个蒙字 这个蒙字中间的 这一横好多同学都漏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字要留心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既然英文是120个字 我们要求你要快 建议你在不超过30分钟里面完成 然后记得下来 你必须要经 你的语言文具要通顺 你的文具要简明 不要有一些太啰嗦的话 最后一点就是要细 在这一方面 同学们做好检查 我相信你的英文 能够拿一个很好的分数 有信心吗 如果我去应考 应该会很有信心 以前怎么老师没有跟我这么说呢 因为很多同学最后犯的 就是粗心大意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就白白十分了 所以我们很感谢张老师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请张老师 跟我们分享其他要注意的 大部分 70分就是作文 那作文应该怎么样取分 怎么样表达自己呢 赶快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好 谢谢丽婷 好 同学们我们接着下来 要谈谈作文70分 好像丽婷所说的 这个部分不能够错过 而且要掌握这一个技巧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题目 其实他说任选一个题目 不建议同学们两题都做 你的时间不够 如果你两题都做 你不能够专心 专心写好一题很重要 然后写一篇的文章 字数不少于400字 我们刚才看400字意味着什么 来 我们看 其实400字老师认为 它只不过是一个 很基本的要求 换一句话说 其实来到小学六年级 我们要求你150 200个字 你能够写 来到中山 300个字 SPM已经有17岁 18岁的这个大孩子了 能够写400个字不难 但是老师要提醒同学们 如果你想得到更好的分数 我建议你必须要超过400字 这里老师只是一项的建议而已 你能够写到800甚至1200 甚至好些同学都写超过1200 都会有的 为什么说呢 因为当你的文字越多 你的内容就能够越深入 你的内容就能够具体充实 这里老师只是一项的建议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四部曲 Dore Mifa 来 审题 我们谈谈审题 内容 书写 还有检查 好 我们就进入第一个环节 审题我要小心 先讲一个故事 大概在十年前 我的学生从SPM考场一出来 他告诉我 Yes! Yes! 我很开心 为什么Yes? 他说老师我中了中了 中了什么 原来 他说昨天晚上我读了那一题的 作文的范文今天出来了 我很耐心地就借耳朵给他听 他说老师我昨天晚上读了一篇文章 叫住人为快乐之本 哇 题目出来了 题目是什么呢 住人就是住己 他好开心地看着我 我静静了 我说不错不错 你有写就好了 至少不要 因为他明天还有其他的试卷 不要影响他的心情 对 不影响心情 其实我们来看看 这个学生所想的对 其实我们来看 什么叫住人就是住己 我相信好多同学都有看过一篇这样的广告 然后一位的小孩子他去偷药 然后就被人抓了 然后就有一个卖面的一个老板就帮助他 给他要钱 还帮助他 然后20年过后了 有一天这个烫面的 这一个老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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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突然间病倒了需要动手数一笔很大笔的钱 结果有一个医生替他还了 就是20年前那位的孩子 你看到这个人他帮助别人 无心当中就是帮助自己 这才是我们要的内容 住人归快乐资本 其实你的大方向已经不对了 在审题方面这一点 同学们理清他要小心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态度是成功的主要因素 这一类的范围我们很容易找 可是SBM出来是什么题目呢 2018年的态度比能力重要 我谈态度只是对一半 我要你做一个比较 态度跟能力 两个重要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所以你要表达的就是态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比能力更加的重要 这才是你的中心思想 所以同学们理清一点 好 所以两题是不一样的 不要看到助人你就特别的开心 YES YES 但是你要掌握审题的方法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审题里面其实我们来看看 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2020年去年的题目 言诗 老师跟言诗有差别吗 好多同学在看到题目 言诗只想到自己的老师 我们来看 老师其实对指导学生 爱护学生 改变学生 然后如果对跟学生的关系 是很密切 可是今天我的题目是言诗 什么叫言诗 我还是可以指导学生 但是我的这个态度就严格了 还有严格的老师的形象 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看张老师像言诗吗 像 好 我们继续看 对学生的要求你就严格 比如说丽婷也有进过学校 你的言诗可能就要听写50个字 30个字 当然最后言诗是出高途的 我们来理清一点 老师 言诗或者助人快乐资本 跟助人就是助己 我相信这两个例子 能够给学生很好的指点 在审题方面 我们再来看看说明文 好 一般的说明文 我们看到如何推广阅读运动 在学校常常有这一类的题目 但是我没有问你 题目没有说在哪里 所以你的内容你能够告诉我 父母在推广阅读能够做什么 那么校方能够做什么 然后政府能够做什么 哇 这一类的也像是 马来文的这种 学生都会这么写 父母 他们能够搬远的角色 可是有些时候题目不是这么处 我们来看这一题 爱心社会由我开始 如果你理清楚审题的话 其实它不要你谈父母 不要你谈校方 不要你谈政府 由我开始 你能够做什么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同学们 理清这一点 或者这一题 如何避免被诈骗 那么这里呢 其实你不能说 父母又怎么样 其实他就没有这样自己 你应该告诉我的就是 为什么会被诈骗 因为太贪心 轻易的相信等等 所以这几样的必须要掌握 所以理清楚审题方面 我们再来继续来看看内容 讲到内容的话 张老师其实今天举了几个例子 主要让学生在思考 然后扩充 我常说17岁的孩子 好多的想法 好多的意见 表达 那我选了一个题目叫 最美的时光 同学们想一想 你的人生当中 有最美的时光吗 丽婷有吗 当然有 当然 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列出来 最美的时光 是我在学校的那段时间 我们来看怎么美 我必须要突出这个美字 为什么我说 它是最美丽的时光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 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 有欲之美 这些学生帮助我 亲兄弟这样带我 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然后责任之美 我的学习环境 虽然学校不是堂皇复利 但是整个环境里面 却塑造了一个很优美的学习环境 然后勤奋之美 学校的花草树木 这时候都是我们亲手 去栽种的 去灌溉 浇水 成长的 所以你看到的时候 这些都是我们心情所付出的 互助之美 姐妹情 兄弟情 你把这个美字带出来 然后这篇文章就能够形成一篇很好的内容 然后老师要给同学们看的就是 写文章不一定要从小这样带到大 你必须要有一个总结分析 人生有什么美丽的时光 把它一个一个列出来 然后去分析 这里老师带出的概念就是一个思路图 好 我们再来看一篇的文章 灯塔 灯塔要写什么东西 哇 学生说我老师灯塔要写什么 是不是写我家后面有一个灯塔 当然可以 但是你的内容方面 你在写你家后面的灯塔 我多高多大 那么在 还记得老师在前面有说过的 你的这一个文章就是表达你的书写的能力 表达你的情感的东西 那么灯塔你这样来写 可能内容方面就比较吃亏了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个故事 这个海伦凯乐 他有一个很好的老师 就因为这一位的老师叫沙利文 引领他 就好像他人生的一个灯塔 一直带领他 一直到他成功 我们每一个人相信 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遇到一个灯塔 老师就把这个灯塔形容是一个的人物 我们来看看这个灯塔做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说它是灯塔的原因 我们来看看 这个灯塔可能是一位的老师 或者你的好朋友 或者你的一位的学长等等 他在你迷惑的时候 好像灯塔这样指引你 告诉你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然后在你失败的时候 他鼓励你 你亏心 人都好了 他鼓励你 或者当你得意忘形的时候 他提醒你 人生不要因为这小小的成就 而得意忘形 或者你无成 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这个老师能够激励你 他像不像你人生里面的一个灯塔 所以同学们 这一类的文章 大家必须要列出一些小分题 我相信你们能够写得很好 很感人的一篇故事就这么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内容 一篇的说明文 老师选了个题目叫 如何使自己变得更好 你自己要变得更好 要怎么更好呢 老师列入了五点 第一 你的态度要积极 你要懂得常常去反省 还有碰到事情要多思考 时间 善用 当然最后老师希望你是一个 抱着一个终身学习 我相信你有这五点的时候 你会让你自己掌握得更好 我们回来看 老师在这内容扩充方面 我要同学们有一种的思路图 很多学生拿到题目都很紧张 快快快快写 结果当老师在读你的文章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什么 你的情节方面是很突兀地跑出来 又好像没有觉得这么工整 你在架构方面 或者你在组织方面就很吃亏了 写到后来自己都迷路了 忘了前面讲了什么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 最好每一位学生都有这样的一张思路图 做一个小小的框架或草稿 对 就好像一个导演 你要拍一处的电影 你如果没有一个很详细的剧本 至少你把整个思路带出来 写文章也是这样 好 我希望同学们不要错过 好多同学都漏了这一步 来 我们来继续来看 好 我们来谈谈书写 很多同学是最害怕的这一点 其实书写老师在这里 在这节目里面做了几样的建议 第一 当我们要写描写文的时候 不要忘记场景 还有人物的刻画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篇的文章 它说每当落日一辉 给大地镀上一层金光的时候 那么街道就显得格外的安静 静得那么的动人的吉隆坡老街 每每就在这个宁静的这一个街角处 会有一个猎威驼被 猎威驼被的老人出现 他会在那儿走走停停 停停走走 时而弯腰 时而探索 那么检视着一天繁华过后 人们遗留下来的舍望 他就是我的隔壁邻居李阿姨 我们看到这位的同学 他这么写的时候 你看 你被他感动了 其实就好像拍一次的电影 你先拍那个场景 然后人物出来先拍 然后李阿姨才出现 写文章这是一种的手法 同学们 你这样多练习的话 你能够写得很好 老师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常说 写文章就是人与人的交流 既然人与人的交流 你有很多的感受不满或者生气等等伤心 这是你的情感 写文章就是说出你的感觉 那么表达你的感想 或者你的文章里面带出的文具 是感情很真实的 我们来看看一个女儿 对她爸爸的一句话 她的题目是我的爸爸 她这么写着 她说 我讨厌你不喜欢我和朋友外出 我不喜欢你翻我的日记作业 有一回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和朋友出去拜年 过了午后还没有返家 你竟然焦急汗流浃背 骑着老摩托车到处去找我 最终找到我 毫不留面子地把我载回去 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地扫兴 在同学们面前我选得面目无光 后来这一件事情还成为了 朋友间流传的一桩的笑柄 我是爸爸长不大的女儿 我讨厌 我讨厌这般的约语 我们看到这篇文章 大家读学好像是很负面 其实在下一段 老师没有分享 在下一段的时候 他说当我年级长大的时候 我知道爸爸 这就是一种的爱 爸爸只要对我的那种焦急 很感人 有一种担忧 对 我们来看就是把你的感情 把你的这种感受说了出来 好 来我们再来看一篇的 是一篇的说明文 他说 勤奋已成功 那么老师要介绍的就是 写说明文或者写议论文 要有一层一层深入地去探讨 那么这怎么说呢 你看他说 世界上最珍贵又平凡 最长又最短的 最容易被忽视 又最令人家懊悔的就是 时间 无可否认 时间一气不复返 这句我好喜欢 他说 勤劳的人一周 有七天的全天 懒惰的人一周里 只有七个早晨 想要成功 勤奋是主要的原因 只要懂得珍惜 把握当下刻苦勤奋的人 才会有美好成功的人生 所以以其终日探机过去的风光 多么的美好 沉溺于过去的凄苦悲凉 不如把握当下 勤奋刻苦才能够改进自己的人生 所以同学们 如果你要写这一篇这样的说明 或者是议论文章 记得你必须要一层一层 然后带进去里面 说服这些的读者 好 老师 最后要讲的就是 最后一个环节 do re mi fa 最后环节就是检查 我相信同学们 来到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 都觉得好辛苦 我写了这么多 留一点的时间做检查 然后检查的部分 老师有一个提醒 第一 再重新读回去 你整篇的这一个 你所写的这一篇的文章 理清一下 你的内容是否有确定 所以当然在检查的时候 发现有大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前面当你还没有写之前 你必须要写好你的这个思路图 然后你再检查 特别是有大问题的话 有些时候学生在写的时候 想是这么想 可是手写出来的时候 不一样 你是很喜欢 可是你写到不喜欢 然后整个意思是不对了 所以在这个检查的时候 在这方面 同学们花点时间来读一读 然后第二 然后这是同学们常常犯的 我看到标点符号 然后不是说标点符号 其实标点符号的处理是很容易 可是很多同学在写的时候 一边在想 这要出现了 标点符号的这个错误是最常见 当然最后 然后这些错词并据是非常多的 然后老师再重复 其实在今天 我在跟大家谈的这个作文里面 我要大家很小心地来审题 助人就是助己 助人就是助己 跟助人为快乐资本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方向 它的中心思想是不同的 内容要扩充 老师的建议就是 你再写继续文也好 你把它分析 有小标题 然后进行扩充 你的思路图能够帮助你 然后书写的时候 不要以为我只是在报告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课程刚要都说 你是疑人交流 你把你的感想写出来 这一点不要忽略了 最后检查 然后留一点时间再检查过 不要匆匆忙忙 我很担心有学生是这样的 他写的时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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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到老师读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还不知道他的主题是什么 然后如果我很担心 那个时候 如果是建考老师说 他就很紧张了 所以同学们 你必须要做好整个的架构 把你的中心思想带出来 那么你就能够拿到一篇很好的分数 是 所以这四部曲非常地重要 而且我手写我先 动之以情 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 就可以为你的作文带来 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 来到了最后一个单元 我们要请教一下张老师 还有什么要叮咛学生的吗 好 谢谢丽婷 刚才我们谈了英语文 作文 最后老师有最后的叮咛 我特别加了一个爱心 我相信这个爱心就代表 我们全马来西亚的华文老师 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尽力去考 不论你尽了力考到什么样的成绩 老师都能够接受的 好 最后老师有四个叮咛要告诉同学们 第一 时间的掌控 我们知道SBM有一个小时45分钟 换过来说我们有105分钟 这里老师有一项的建议 这项是属于建议 第一 我觉得在选题 或者在你大纲的时候 你在审题的这个部分 老师建议你有10分钟 你不要紧张 你怎么选题呢 你看看三个题目 英文没得选吧 作文你选的时候 你就觉得什么样重要 第一 你擅长的问题 更重要就是这篇文章能够为你 带来一个更好的分数 这才是重要的 那么在接着下来 我鼓励大家先写英文 先把那个分数藏在带子里面 是会比较好的 我这里提了20分钟 或者到25分钟 绝对不超过30分钟 我甚至训练学生有些告诉我 老师 我15分钟 20分钟就写完了 我相信这一点同学们做得到 然后作文我鼓励你有一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再多一点 当然不要忘了最后的10分钟 拿来做一个检查 然后你整篇信心满满的 觉得很满意的 就把你的作品交上去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整个过程 好 第一点时间的掌控 同学们 留意啦 来 第二点 这是属于我个人的意见 我常常在学校都教一些后进生 后进生常常告诉我 老师 作文我要写多长 我400个字很难 所以我常常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 来跟他们勉励 我们来看看我怎么说 我说 同学们 大家目标放在400字 如果400字的话 你有4个内容来看的话 你写了6段 4个内容加前后 然后你就有6段 我们来看看 这才是重要的 每一个段落 同学们鼓励你自己写70个字 怎么说呢 一般上的华文的句子 大概是15个字到20个字 所以你7个句子的话 换一句话 你大概要有5个句子左右 所以你在这个内容的扩充 你再表达 多讲一点 那你就可以达到70个字 你就有400多个字了 我相信你有这种的初步的概念 它能够帮到你 换一句话说 如果老师我要800个字怎么样 我800个字我就有130个字 还记得刚才张老师读过那几篇的文章 它们都处在120 150到170个字左右 其实这只有一篇 你能够有这种的能力 你就能够达到将近800个字 那老师这里好像一个数学这样 其实鼓励同学们朝着这个方向去扩充 写得越多你的文章 你的内容就能够越丰富 当然如果你要达到更好的分数 1200个字左右的话 你每个段落达到200个字 当然如果你能够写到六段 七段 但是我们不鼓励考生写到十段 如果你每个你写到十段 每一个段落你只能够好像你所说的 流水脏 蜻蜓点水 点一点 那这不是我们要 我们要看学生的思考能力 谈一样东西的时候 然后能够深入地去扩充 这才是我们要的目的 好吗 这一点大家 你清楚了吗 我相信大家看 你们都能够写得很好 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定领 写文章 同学们要留意 有六样的东西 大家不要去碰 不要去碰 那六样的东西 第一 消极负面的 我们不喜欢 我们要学生是积极的 健康 好像我在开头说 我们要学生有健康 然后有正面的那种积极 而且每一念的题目 都是属于比较正面 有积极性的 SPM不会出一些比较负面 我没有机会了 我死定了 不会了 所以不要把你的文章 带去这种的死角 其实我们要人生充满的 就好像有一个题目叫曙光 好的 第二 不要写恶你思情的东西 我知道 这时候情窦初开的这些少年 少女很多 但是我们的题目绝对不是爱情的 所以不要 当然你可以动 你可以动 但是你的整篇不要 就是好像写爱情小说 再来 我们也不鼓励写一些暴力 第三点 不鼓励写一些暴力的思想 然后第四 我们也不要渲染一些色情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这些是不健康的 这些的题材 当然我们知道处于这个时候 我们的国家也好 我们周围也好 那么有很多很敏感的课题 宗教的政治的 我们在校园 而且初题的范围都没有触及到这些 同学们不要去谈这些敏感的问题 对某某人的不满意 借着你的文章来 来抒发 那这都不是扣着我们的题目来写的 当然最后一点 老师特别要强调的就是 虚幻跟梦境不碰 那我们不鼓励学生去写 我发梦 讲得很精彩 我发了一场梦 那么我们写的都是真实的 刚才我说 你的整个故事内容是真实的 可能是你的故事 或者别人家发生在别人家的故事 这六点要提醒同学们的 来 最后一个定领 老师这里有三个建议 哪三个建议呢 同学们 然后控行书写 然后这特别是针对一些 我班上有很多的男生 他的字体呢 真的老师要放大镜去看 医生的字体 假医生的 特别的潦草 所以老师建议 如果可以的话控行 当然有一些女同学的字体很端正 然后老师建议 你不控行没 没关系 但是分段的时候控行 最主要呢 让这个批改的老师 读得比较容易 当他心情好的话 你也能够拿到一个好的分数 这里是建议的 当然如果是字体很难读 那皮克老师还是很专业的 必须要尽量去读 但是如果是达到双赢的话 你的字体是很重要 来我们谈到字体的端正 刚才书写 你的字体尽量去写的 当然不需要每一个字 但是你要写的端正 你不说学到美美丽来 你要端正 最主要的让人家可以读 你自己可以读 那么在读你文章的 这一个老师 他也能够读 当然最后一点 我们看不开夜车 然后丽婷 他们同学们将在 3月28日考试 然后这个考试一段 试卷一是在早上 试卷二是在下午2点 考到4点多 接近5点 然后这里老师的建议 不建议你们开夜车 当你开夜车的时候 下午那段时间 你会很疲乏 你的脑袋怎么去想呢 所以同学们 然后这里老师希望 大家能够尽自己的 安排好时间 我相信 冷静下来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你冷静下来 把老师教你的东西 把你所懂的东西 在这个考场上 做出最好的表现 我相信你的分数 是很好的 最后一句话 老师也祝福 在场的同学们 希望你们考场顺利 马到工程 是的 讲到那个不开夜车 我就想起 其实大部分同学 我相信很多都有开夜车 对 因为内心一直有一份焦虑 可是在特别是 写作文这件事情上 其实开夜车 应该是没帮助的吧 没帮助 他怎么说呢 因为比如说 像有一些数据的东西 我们可以被 死被印记 可是写作文是一种 怎么样的累积呢 对 作文你必须要把你的故事 如果你不能够专心 集中精神的话 你的故事写的就是 资厘破碎了 不这么吸引人 所以思考很重要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 要在审题方面等等 要同学们好好地去思考 是 就是刚才老师讲的四部曲 我们来重温一下 审题 内容 书写和检查 对 其实华文试卷说难不难 说易也不是很容易 但是只要有投入 有努力 老师说了 不管考到什么样的成绩 老师都会鼓励你 支持你 那今天我也收获良多 谢谢张老师 不用客气 也谢谢所有收看的电视机前 或者网络前的观众朋友们 希望也祝福所有的考生 在报考SPM的华文试卷的时候 都能考到你理想的成绩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